7月28日到8月3日焦点人士,庄荣门任中央网信办主任徐林,不再担任。 7月31日,中央网信办召开干部大会,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周祖毅同志宣布中央决定,庄荣门同志任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主任,徐林同志不再担任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主任职务,另有任用。 中央宣传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、国家电影局局长王晓辉同志出席会议并讲话,庄荣门,1961年2月生,此前曾任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、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副主任等职务。 2018年4月17日,庄荣门首次以中宣部副部长身份公开亮相,后兼任国家新闻出版署国家版权局署长局长,一周纵览中央方面,庄荣门任中央网信办主任,刘烈宏任中央网信办副主任,杜航委任公安部副部长,宣昌能任国家外会管理局副局长,刘国强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,朱贺新任中国人民银行党委委员, 免一人任中国地震局副局长,黄晓威任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党组书记,罗东川任最高人民法院党组成员,省趋势方面,河南、山东、江西三省调整省委副书记,玉洪秋任河南省委副书记,杨东齐任山东省委副书记,易烈宏任江西省委副书记,此外,沈丹阳任海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,常政国任甘肃省政府副书记, 沿直禅任广西状,足自治区副主席,海南省副省长刘兴太任海南省委常委,第十方面,贾瑞云任四川省潘之花市委书记,李建勤任四川省广安市委书记, 七寿余任江苏省淮安市委副书记,陈红红任江苏省延城市委副书记,杨雷达,顾云岭任江苏省延城市副市长,雄家红任青海省海东市副市长,陈真勇任云南省昭通市副市长, 反复方面,三名省部级干部案件有进展,浙江、北京、山西检查机关, 依法对中共中央宣传部原副部长如伪涉嫌受贿案,中央纪委驻财政部纪典组,原组长墨建成涉嫌受贿案, 河北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张杰辉,涉嫌受贿案提起公诉。 河北省人大常委,涉嫌受贿案提起公诉。 河北省人大常委,涉嫌受贿案提起公诉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